原标题 四十万大军号称百万进犯南总 四十万大军基本上是金国的大半个家底了 很快金军便到达了淮河沿岸 据宋军前线士兵观察 金军的营帐连年不绝 一眼望不到尽头 金谷之声也不绝诱饵 十月份金军突破宋军在淮河的防线 进入到了南宋的国土内 而负责防守的宋军统帅刘齐和王权 先后放弃驻守的城池 向后方撤退 很快 淮河以南的军事重镇 卢州也失守 金军一路长驱直入 不久先头部队就到达了长江沿岸的战略要地 采石机附近 危急时刻 宋高宗命令在外地驻防的将领李显忠 前往乌湖 采石机一旦代替刘齐 同时 还派遣时任中书舍人的于云文 前去监军和靠军 然而 当于云文到达采石机的时候 却发现情况有些不妙 刘齐在没等到李显忠到来之前 就已经自己走人了 而李显忠此时 还距离采石机有很远一段路程 此时 驻守在采石机的宋军 大部分都是刘齐留下的败兵 士气很是低落 于云门思量片刻 认为一位等待李显忠到来的话 采石机可能瞬息之间就落到了金人手中 一旦如此 京城临安就会暴露在金人的铁骑之下 危急江山设计 所以 于云门没有等待李显忠 而是当即把所有宋军将领组织起来 鼓舞他们的士气 经过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后 宋军将士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 此时 于云门已经不把自己当作是靠军和监军的人 而是前线指挥官 就在于云门带领宋军将士 做好防守准备的时候 完连亮的四十万大军 也已经全部集结到位 对岸金兵四十万 而宋军此时才一万八千人 实敌兵时四十万 马被制 宋军才一万八千 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于云门把宋军分成水 鹿两元 水军阻止金军过河 陆军用弓箭和净鲁进行射击 面对金军的大船 宋军出动灵活机动的海丘船 进行冲击和射杀 很快 数量众多的金军船只 在海丘船的撞击下而损坏 沉没 经过宋军将士的殊死搏斗 金军始终都没有抵达长江南岸 然而 宋军也没用力量杀退为数众多的金军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从光州溃败的上千宋军 出现在采石机后方 于云门集中升至 让这些宋军假扮成自己的援军 让他们举着旗帜 从山后列队出现 果然 金军上当了 认为这是宋军大部队到来了 为了不造成更大的损失 晚年量赶紧铭金收兵 会有溃军在光州至 与门寿以旗鼓 从山后转出 敌一援兵至 石顿 在金军撤退的时候 宋军还不忘记继续用强弓敬弩进行追击 又杀伤了大量金军 当天晚上 为了防止金军明日再次进攻 于云门派遣一部分船只和将士 前去不远处的上游 藏作一支骑兵 果然 明日金军再度对采石机发动了进攻 就在双方厮杀的不可开交的时候 那支骑兵突然杀到 父辈受敌的金军 被焚烧三百艘船之后 全部逃了回去殷家机制 赴大战 焚齐舟三百 石顿曲 眼看采石机没有便宜可沾 金国皇帝完颜量 只好选择了离开此地 去攻击宋军的其他渡口 就这样 于云门身为文官 指挥不到两万人马 击退了四十万金军 以少胜多 创造了奇迹 参考史料 宋史与云文砖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